Coffee Break Stories 是我過去二十多年 在工作上遇到的真人真事 希望這些故事能夠對你人生怎樣可以活得志在 有更多啟發 今天這個故事我想講陳小姐 陳小姐是我在十幾年前 她是一些孤兒單的客人 她想搞藝術賠償 於是有朋友介紹她給我認識 因為她的單已經沒有人跟了 當時陳小姐應該是三十八歲左右 她患了餘癌 我幫她搞藝術賠償 賠償了三萬五元美金 然後很幸運 也幫她賠償了一些住院保險 因為她十幾年 二十年前已經買了一些 基本人壽 一些危機質 一些住院 一些意外 她賠償了一些住院保險 以及那三萬五元的危機質 也醫了 她認識了她之後 其實她本身是一個會計師 很勤力工作 我也叫她好好休息 其實她休息了一年之後 都回到工作了 因為她很有站心 所以也很投入工作 老闆也覺得她做到工作 所以見到她好像沒什麼 她又繼續做回 好像以前那麼勤力 做做下游 當時她都跟我說 Mr.Charles 我都想幫你買一些年金計劃 因為我覺得我自己會長命的 當時我們有一些年金計劃 可以派到一百一十歲的 她都即時是在家去買的 因為她是給她自己退休用的 可能她自己是會計師 所以變了她覺得這些年金計劃比較簡單 一路派錢派到一百一十歲 OK 做了很多儲錢退休的事情 因為她本身已經是有病 買不到其他 再重新買大些醫療 買大些危機 是買不到的 其實她很想買 但真的沒辦法幫她買到 直至她第一次癌症之後 大約是第六年 她就再給我電話 她就說Mr.Charles 我又要復發了 我說不要緊 我說你住院那裡可以繼續陪 沒問題的 當時就跟她處理 去到醫院探望她的時候 其實她已經告訴我 其實今次發現的時候已經抗爭了 很多部位 所以她就需要賣一層樓 因為她自己是未結婚 所以她就賣了一層當時二百多萬的樓 去醫病 我也很記得她跟我說 她說她吃了那些標靶藥 每天五百元定時定後吃 不可以斷 一斷就沒有效 她說我計過了 如果以我現在授名 我現在授頭上的錢 應該可以多吃幾年的 不過幾年後不知道怎麼辦 其實她是一個很健省的天主教徒 她覺得上天堂沒有所謂 不過她也想自己活耐一點 我亦幫她搞基本的轉賠償 那裏幫到她一點 她大約在醫院住了 內內會不會出出入入 是十四個月 那就走開了 我很記得每次去醫院探望的時候 其實她都是不辛苦的 只不過是沒有什麼氣力 而且也有笑容的 我每次去都問你怎樣 你辛苦不辛苦 她說沒有 我用到最好的藥 我只是覺得很累 沒有什麼氣力 OK啊我 又沒有嘔吐 很舒服 到她中期見她的時候 就已經頭髮掉了 戴帽子 到最後見她的時候 其實她的癌症抗散到她的眼裡 都看不到我了 不過她聽到我的聲音 她都很開心我去探望她的 每一次去她都會問我 我那個十億人以前寫給我媽的 你改好了改給我姐姐沒有 因為我媽媽年紀大了 其實每一次去她都會問的 其實我每一次回答她都改好了 叫她放心 那最後她走了之後 我就把那個賠償支票 死亡賠償支票 她所有的儲蓄戶口 投資單 年金戶口 就一次過 那裡有幾百萬 就給了她的十億人 那當時我問她姐姐 其實她過去十四個月 大約花了多少錢的醫藥費 她是住普通房大房 那她姐姐說大約一百四十幾萬 那因為她賣一層樓都二百八十萬 那其實那一百四十萬 是足夠她 就是醫療期間的用途 到最後呢 其實她是 都告訴我她 因為她又不想麻煩家人連連去拜祭她 所以她就選了 將一些骨灰灑到土地上 政府生成現在那種花園 其實整個感覺 在那年紀沒有可怕的感覺 也沒有痛苦的感覺 我覺得人客真的 她可以很有尊嚴很舒服 自己選擇怎樣去經歷那個餘生 但是你說有多少人客 可以像她這樣 能夠隨時買一層樓 能夠有二百多萬在身 慢慢醫治呢 不多的 我也都曾經跟那些有加息的人客聊天 他們都說 如果我知道要花起碼超過一百五十萬 我寧願留給我太太 留給我子女 我都不知道了 可能這個陳小姐她本身是單身 所以變成了她就可以這麼紮脫去處理這件事 所以其實有時候你問我 補單是否就是這麼簡單 配夠錢給走開的所有人 其實你說在這個case裡面 我覺得這個人客 當然她十幾十元錢買了補單 也都沒有再去加大或者更新 但是我看到就是 如果當我們病的時候 如果我們真的有足夠的資金 一就是我們真的有這個財力 二是可能會有一份大額的醫療保險 或者大額的重疾 當我有資金的時候 其實我都選擇自己病時候的尊嚴 病時候是否舒服 病時候的感受 我覺得有時候你問我值不值 好看你自己怎麼看的價值觀 所以我都希望把這個故事分享給大家知道 其實每一件事都是有一個價值 或者有一個代價的 那究竟我們投資在我們自己身上 還是用在其他方面呢 每人有每人不同的選擇 那我都希望 陳小姐在天上活得開心 那也都希望把這個故事帶給大家 令到大家對人生的一些啟發 好看 好看